我可以从这个画面上看到现场真的是非常混乱 还有警察对空鸣枪想要吓跑示威者的声音 而且现场已经传出有人员伤亡 另外根据人权组织表示 有21位当地知名活动人士遭到逮捕 至于肯亚总统鲁托也在国会被纵火攻击之后 他则是发表了严厉演说 还说这些暴力举动是叛国行为 那么现在除了首都奈洛比之外 肯亚第二大城蒙巴萨 也有上百人加入上街抗议游行的活动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